那一般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建立一个画像啊 其实啊大家看到了 我们要画像就是去打标签 那要贴标签得干什么 要贴标签先有数据 在数据这里啊 一般情况下我们分成了这样两类 也就是一个静态的和一个动态的 静态啊一般就是这样的 就是相当于用户的一个注册的一个数据了 比如说我们在拿到用户数据的时候啊 有这样一些信息 性别啊地域啊职业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都相当于啊 就是说这些静态的就是比较稳定的 比如说一个人你说他性别能变吗 你要说能变那我也没招 地域和职业啊可能发生一些变化 但是这些啊相对来说都是基本稳定的吧 不会随着一个人的一个情绪 或者是随着时间变化应该比较慢的吧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啊 这些是一个静态数据 静态数据啊和动态数据啊 我们还有区分的进行对待的 因为有些实话人是怎么样的 我们现在就是基于画像怎么一般什么 基于人去画像 能不能基于物体去画像呢 也能基于物品去画像吧 基于物品去画像的时候啊 感觉物品应该什么样 相对稳定的吧 一个鼠标 这辈子我估计他也就是个鼠标了 他也翻身不成为不了一个电脑了是吧 所以说啊一个商品 基本上他都是稳定的 但对于用户来说啊 有一些不确定性吧 像是什么 像是一个行为吧 文件咱们可以想就是 一个用户的一个标签啊 就是你打上之后 你这辈子就不更新了吗 肯定不是的 这个用户啊 肯定会发生一些变化的 而且你打标签 肯定来说也是不准的吧 你还需要进行一个实时的更新啊 基于什么 基于到我们的一些动态的数据 什么又叫动态数据啊 动态数据啊 就好比这么一个事儿 用户的行为啊 在不断发生变化 比如说你说你是一个电商 用户在浏览网页 搜索商品 或者是有些评价的时候啊 他永远都是一样的吗 不能吧 他永远都是搜一个什么尿布 这个东西吗 不能吧 孩子会长大的呀 所以说啊 对于这个动态数据来说啊 一个人他是不断去变的 人在变化过程当中 我们要怎么样 更新标签 重打标签吧 所以啊 这个就是我们在建立画像的时候啊 有这样两类数据 一个呢 相比稳定啊 叫做一个静态数据 一个呢 就不那么稳定 我们叫做一个动态数据 那你说这个事儿好做吗 这个事儿还不太好做 为什么 就是因为人呢 这个状态啊 他是比较善变的 比如说我今天 我今天我去淘宝上 我去充值了魔术世界 因为要出这个新版本了嘛 反正我也不玩了 我就假设这样一个例子 要充这个魔术世界 充点卡了 那他给我打上标签呀 可能你是一个游戏玩家 那可能就是我也这么一次 我帮朋友去充的 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那明天呢 明天要干什么 明天要开始买显卡 买书了 那是不是说你要学习 要去工作呀 所以说啊 就是行为的变化 是不断的进行当中的 这个啊 我们要进行一个实时的更新 然后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在优惑环境当中啊 看到了很多大厂啊 都去说他们怎么去做的 普遍情况下 都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用户的一个共享 比如说啊 不是用户的共享 账号的一个共享 比如说你要上这个京东 让上这个天猫啊 上这个什么企业 你要去买什么东西了 那可能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 反正我是这样的 一般来说一家人啊 基本上都用一个账号去买吧 比如说我用这个账号去买 我爸用这个账号去买 我老婆用这个账号去买 是吧 都是可以就是进行共享的嘛 那你说这个现象长不长见啊 这个现象其实说白了 蛮常见的 这个大厂当中啊 都给出了他们的公布数字了 这个占比还是蛮高的 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想 哇这个人该怎么化啊 这个人他人格分裂了 他有时候是男的 有时候是女的 你们这样共享啊 所以说这样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问题了嘛 有些问题的时候啊 怎么办啊 那怎么办 找交集啊 找交集可以做的更精确一些吧 其实找交集啊 只是其中一种方法 我们也可以啊 把这个东西做的更细致 比如说基于你的一个设备的登录 不同设备 基于进行一个画像 这也可以吧 你用你的手机 我用我的手机 他们的设备可能都不一样的 所以说 在动态数据当中啊 哇这个变化的一个情况 还是蛮多的 我们要做呢 就是啊 这个东西还得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怎么样找出来一个最合适的一个画像 那怎么样去做这个画像啊 要做这个画像 咱们可以想就是 现在这个人呢 哎呀 我要给他贴标签了 贴标签有一些主要的 有一些次要的吧 那我们该怎么去做啊 手工去贴吗 人员去贴吗 看起来像一个就什么 数据的一个标注是吧 那你说这个东西啊 就是前期啊 我们可以手工的去贴一些 但是呢 肯定有肯定啊 就是后期我们不会去手工的给一个人贴标签 为什么 咱们想 就是不说你是大厂吧 用户量这么大 你即便是一个小厂 你要做一个小事情 用户量也很大吧 你说你找谁来做啊 你找谁来做 一般情况下就是别人不愿意去做 而且也做不好 是吧 你用一个行为数据去贴标签 你看了一堆指标一堆数字啊 你很难贴上一个合适的吧 这是第一点 人的一个就是怎么 人带有一个主观色彩的 所以说人为贴标签啊 不是那么特别准 还有什么 人力成本现在多高啊 我人力成本现在我越来越意识到了 这个成本太高了 前一周我搬家 我在去搬家的时候啊 然后我叫我自己 我实在是这个比较比较瘦弱 所以说搬不动 搬不动这些东西啊 怎么办 叫搬家公司过来了 然后这个搬家公司来了 就是说 他们怎么定 就是从楼上 给你分的贼系贼系的 一层楼按多钱算 然后呢 从小区门口 然后到车上又怎么怎么去算 哇 这个城里人员成品多高 结果搬个冰箱 然后搬一堆 拉把气道大件 然后往车上搬 因为车 它那个大货车 它开不到小区里边 从小区门口 就是从那个小区门口到车上 一共也就是 就是从我楼下到那车上 我小区就是我那个 就是楼道 离那小区门口特别近 一共就是60米距离 你知道收了我多钱吗 收了我1000多块钱 我得去 这俩给我占个算呢 来了三个人 每个人的一个成本 每米每人要怎么算 我的天哪 我看他那个计算公式啊 我当时我都蒙了 那么详细的一个大表 分了三页 给你去说怎么去算 公式给你写明白白的 我就这个机器学习啊 我都学了这么长这么多年 我这个公式我都记烂了 我看那个搬家公司的公式啊 愣给我看萌了 我这没看懂 他这个1000多到底给我咋算的 一共一个小时时间 又用不了一个 也就一个小时时间吧 从楼上搬楼下 哇收了1000多 然后汽车开的时候 每5500公里怎么算钱 6到10公里怎么算钱 我的天哪 这个计算公式 我就跟你说啊 你看过知识相机之后啊 你觉得知识相机比较难 你在看那个搬家公司之后啊 他那个计算公式和他那个算法之后啊 你再回头看那个知识相机 你就会觉得 我哪个去 知识相机怎么简单 这搬家公司 我这都人才啊 给我列的那个公式 拿计算器 啪啪啪给我算 然后最后啊 拿个笔 他们一个就是 就是他们最后啊 就算钱嘛 拿个笔 我这算多少钱 那算多少钱 我的天哪 算了2000的 我愣是一点都没看懂 他到底这个钱给我怎么算的 卖一次家就是搬了一次 你就是以后啊 再也就别搬了 我认肯我租一个货车 雇个司机 我自己搬 我都不知道他们搬 我搬个家电没多钱 他们最后收了我快4000块钱 就这么一下午的时间 所以说这个人力成本啊 怎么样啊 我天我现在深有体会啊 太高了 所以说手工贴标签 人为贴标签 这些东西啊 都是不太现实的 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建博吧 有什么啊 先对我数据仓库啊 收集好你的数据 然后呢 选择一个合适的方法 合适的算法 去建立一个体系 建立这样一个模型吧 这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件事啊 做一个建模 那一提到这个建模啊 大家可以想 哎 建模怎么去建啊 是不是又跟我们机器 学习挂钩了 其实上我们要做一件事啊 说白了 往简单的说 就是基于用户的 一系列的历史行为数据 去识别出来 这个用户可能啊 他的一个标签应该是什么 比如说 年轻段是什么 性别是什么 学历是什么 购买的能力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说 基于我们的一个行为的数据吧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相当于是要把这个人 他的行为数据 比如在我服务器当中啊 我都是有一些认识数据的 基于啊 他的一系列的行为数据 给他去打上一系列标签 用数据啊 去驱动我们的模型 用我们的模型 去给人打上所有的标签 打完标签之后啊 是不是他的一些信息啊 我就可以利用起来了 那这个啊 就是一个基本的用户幻象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 说白了就是啊 去给他打标签啊 完成这样一个事 打标签我们需要怎么打啊 是不是说得越详细越好啊 比如说我说这是一台相机 哎 看起来什么相机不知道 啊 说这是一台胶片线机 哎 胶片线机还不太具体吧 带呆反的 然后带什么牌子的 带什么型号的吧 也就是说啊 当我们在建立一个画像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需要干什么呢 把这个画像啊 做的越丰富 越详细 越好的你不能说啊 就是预测一个标签 我们要怎么样 尽量广泛的预测嘛 这个跟我们取特征是一样的 先尽量广泛的取特征啊 这个啊 就是建立画像一个基本的一个套路 要做的东西啊 还很多 你看右边这个人 给他分什么 中产阶级 还做什么 IT互联网的 还做健康环保啊 这都是他打上一些标签 那这些标签都哪来的 都是啊 基于他的一些行为啊 来做出来的 然后呢 你看 他什么感情消费 夜店 俱乐部 那这个人什么 我这个人 给我的一个感觉 这是什么啊 这是九图啊 是不是啊 我现在看这个新闻啊 看这什么九图啊 特别多 你说现在 要真的能做一个 就是所有人的一个标签 然后呢 这个标签都是 都是联网的 然后当我们接触一个人的时候 我就可以先看一下 他的一个标签是什么 然后 比如说给他打这个标签 哇 他是个九图啊 那这个人我就是绝对不会去接触的 这个人我玩不过他是吧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有意思 哎 没准就是哪年啊 咱们就真实现这样的东西 所有人都是有标签了 然后拿手机 一扫这个人 以后可能不扫二人码了 直接去扫这个人 扫个脸 夸查出一堆标签啊 这个人怎么怎么样 笔下了解了 这东西啊 别看听着是 感觉是不太可能的 但其实 没准啊 背书哪天大家 但是我觉得就是 在技术角来说啊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在咱们一个实际的生活情况下来说啊 这个应该是不会实现的 咱们就单从这个技术角来说啊 这个东西确实可能去做的 然后呢 这要干什么啊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标签啊 进行一个丰富 越丰富的标签啊 咱们利用的价值啊 它也是越多的 那你说这个用物画像啊 都水去用啊 哇 这个太多了 咱们刚才是不是也说了一些了 各大电商啊 是不是推荐系统 比如说最抗件的东西 猜你喜欢 这可以去用 可以去做吧 像是你玩这个游戏啊 玩这个游戏 不知道大家就是 遇到这样的现象 比如说一款游戏 你要玩到太菜了 时候怎么办啊 你玩太菜 可能举报人举报多了 哇 这个人太菜了 然后系统也觉得你太菜了 怎么办啊 然后给你去打上了标签 哇 这个人 这个水平太低了 我给他来一些教程吧 他就会啊 给你加入到训练游啊 给你推荐一些 哎呀 这个东西怎么上分 怎么一些教程是吧 所以说就是 不光大电商平台啊 推荐系统啊 基本上 所有的产品 你能想到的当中啊 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东西 猜你喜欢 推荐一些东西啊 这些都是啊 比较常见的 精准的营销啊 锁定用户 广告投放 一样吧 广告投放 现在都什么样啊 不是说海头吧 什么样的人 投什么样的广告吧 今日头条啊 你说他的一个 年的一个收入啊 一千多亿 我的天哪 一千多亿 平均一天三千多万吧 这个估计还是一个保守数字啊 一天三千多万的一个广告 咋来的 那你说你投的不好 我这个广告用找你吗 不找你啊 你投的不好 用户点你吗 用户买单啊 所以说 他需要干什么 都是需要现在啊 要做一个精准营销吧 精准营销当中啊 如果说你每个人 标签都有了 这就好做了吧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说一切啊 到一万 就是通所解释一下吧 用户需要什么 企业就生产什么 企业生产出来什么 就卖给需要的用户啊 什么东西啊 就是这样一件事 有一个利益链吧 在这个利益链当中啊 其实这个链子 你可以做的很大 但是呢 就关键点在于什么 不在于链子啊 做的大不大 而是在于啊 你这个链子当中啊 能不能给用户 给供应商服务好 一旦服务好了 你这个平台 那就是一个大平台 就是一个大厂嘛 所以说啊 这个啊 就是我们用户画像当中啊 他能做的一系列英雄啊 比如这几个人 这几个哥们来了 不光哥们啊 这几个人来之后 我们就给他脸上 打一些标签了 这个人喜欢什么 那个人喜欢什么 差异画对待吗 所以说啊 这个就是说啊 我们用户画像 他能去做什么事啊 这一点啊 就给大家啊 简单的解释了一下子 留下子 我们下单的解释了一下子 再上单的解释了一下子